亲爱的朋友 你也渴望有个幸福的人生吗 只有让爱你的人变多 损害你的人变少 才能离幸福越来越近 而达成目标的唯一方法 就是也让自己成为爱人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是心灵蜜豆奶播出的第2000集 非常感恩能够持续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往前 给予大家心灵上的支持 愿上帝祝福你 每天都能得着鼓励和力量 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 拥有更加美好 充满盼望的未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么做人生更幸福 有一个故事说到 老教授也为学生问了教授一个问题 要如何才能过得幸福 老教授回答说 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 都将遇到三种人 一种是无怨无悔 不求回报的关怀你 爱惜你 协助你的人 一种是损害你 欺骗你 利用你的人 而最后一种呢 第三种 是既不曾损害你 欺骗你 但也不曾给予你 关怀和无私协助的人 而这时学生的脑海里便 印出了父母 兄弟姐妹 接下来是要好的朋友 他们显然是第一种人 而多年前 一个骗过他前的同事 以及一位曾反复敲诈过他的客户 成了记忆里的第二种人 而第三种人 有同学同事邻居 数不胜数 而接着老教授说 第一种人 是给你感受到爱的人 而第二种呢 是促使你成长 却经常让你感受到 痛苦和怨恨的人 而第三种 是你人生旅途中 不可或缺的人 他们可能在你的生命中 转化成第一种人 或是第二种人 这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 而记得 唯独当一种人 在你的生命中越多 而第二种人越少时 你才会离幸福生活 越来越近 而反过来说 当你出现在他人心目中 第一种人 行列的次数越多 成为他人心目中的 第二种人的次数越少 那你离胜利的人生 也才会越来越近 亲爱的朋友 你也渴望 有个幸福的人生吗 故事中的老教授说到 只有让爱你的人变多 损害你的人变少 才能离幸福越来越近 而达成目标的唯一方法 就是也让自己成为爱人的人 而在圣经中 也有类似的教导 譬如 当有人说 人不自私天诛地面 可是圣经却说 私比受更为有福 当有人理所当然地说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圣经说的却是 要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你的人祝福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以上这些 都是以付出爱的样式 为我们指引出一条 幸福美满和谐的人生道路 亲爱的朋友 付出爱 才是自己获得幸福的秘诀 因此 今天鼓励你 开始对身边的人 特别是你所爱的家人朋友 付出爱吧 也许 你只是说出一句尊重人 鼓励人的话语 或是做一个体贴人 帮助人的行动 甚至你可以将每一天的心灵蜜豆奶 转传 分享给他 给他一些鼓励和力量等等 上帝必要祝福你 使你每一个爱的付出 都能够让人真实感受到爱 而你不但能够从中获得 更多爱的回馈 与人有和谐的关系 你也将经历一个充满爱与被爱 幸福美满的人生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爱 是永不止息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ZGO制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